大家好,今集沖繩背後有我蘇迪虹 蘇迪虹80後演繹本地騎士 累積頭馬超過130場 大家好,今集請來Ben、蘇迪虹 跟我們一起聊天,Ben 我知道北京不覺你做了騎士剩8年 為何會入行呢 從小到大都沒去過騎馬 當16歲時考完會考 我有個朋友跟我說Ben,你這麼矮 不如你試試去步行馬 別人說騎士很矮 那一刻我就想,考完會考 在等個結果,也好,試試吧 那時候又膽粗粗,寫封信去馬會見 一邊見,一邊考 最終真的成功了 一直走到現在這一步 但當初你會否特別喜歡做運動 有關係嗎 平時也有打籃球、踢球 但不是很認真地磨練 老實說,真的有朋友會覺得一句話 試了,但你家人會否很支持你 不是,因為一開始時 我父母有點反對 始終走船跑馬三分險 我母親比較反對 因為我父親喜歡玩馬 他覺得可以,兒子可以做才開心 但我母親比較反對 因為擔心我有危險 當初你如何說服他們 有否跟他們爭論一會才可以報名 我又不用爭論 因為他們給了我很多空間 他覺得兒子自己要選擇的路 也讓我走 聽你這麼說,你小時候反叛嗎 小時候我不反叛 很乖 讀書呢?厲害嗎 還可以的 因為我年紀比同期的人更大 我16歲考完會考,在等待會修 結果出來後我都有十三分 不是很厲害,但受傷 但數學比較厲害 數學比較厲害 你當時離開了校園 考完會考,你就正式去修訓 你當時覺得生活習慣很不同 作息等各方面 完全不同 因為你進來後要很早起床 吃的東西不同了 做的東西不同了 這件事真的有很大分別 因為當時一進來去訓練 都要趕五時就要起床 我們平時讀書都要八時才起床 所以差很多 你當時在學校,即是學期馬 當時有做過甚麼壞事 例如好夜才睡覺 或偷偷出去玩 夜睡覺就不會了 因為第二天這麼早起床 又要學習又要上班 有時會偷偷地叫外賣自己吃 是,因為不准的 入宿舍時要很強烈地 跟著餐單吃 有時是餵食,叫來吃 但你不怕會容易胖 你叫來吃一次、半次就沒所謂 一次、半次就沒所謂 但我還未知道很容易 因為我始終身形比較矮 但… 校長Amy說過你是一個非常勤力的人 她說你是一個勤力餘牛的學生 你做過甚麼去印象他 為甚麼?可能因為當時 我們同期的四個人一起進來 楊明倫、梁家俊先後 就去了外國首訓 只剩下一個留在香港 其實當時是十五、十六 究竟我會繼續走 我其實試過走路 還是走回幕後 那一刻我便想繼續走下去 做很多更加勤力 更加要告訴別人的事情 做建築生那一屆 其實你同期有四位 那就是你、楊明倫、梁家俊和蔡明蕭 其實當時你們是否很友善 當時…如果剛入學堂時 有些趣事就是我們三個 有點不喜歡蔡明蕭 可能她始終是竹星仔 說英文 如果你想回以前 現在她覺得好像很差勁 我們當時會不跟她聊天 有點像… 欺負她 但其實現在想起來也挺好笑 你們當時的想像處就是三打一 好像三個好朋友欺負她 一開始是 但你自己跟誰特別友善 我跟楊明倫是最友善的 但我們到現在的一刻 我們四個都很友善 有甚麼都可以大家一起聊 是否某程度上都是因為 你們都會當大家做學習對象 絕對會 如果說跑馬來說 我從學騎馬到現在的一刻 我們都覺得梁家俊的天分是最高的 無論她如何控制馬 她都是最有天分 我會在她身上看看她如何騎 從中看看能否偷到詩 如果是楊明倫 我可以說她做代人處事 去處理一個問題 她很厲害 我很多時候有甚麼事發生 大件事、小事 我都會請教她 讓她有甚麼意見給我 至於蔡明少 那時候我們可能有點欺負她 但其實那時候她剛入行時 有一點不好的事 因為她自己的腳有事 膝蓋、菠蘿蓋 而我的位置有影響 但她也很努力 很努力去捱出來,去到外國 回來還要很好成績 其實我很尊重 而且在她身上學到這份奮鬥 但你們之間也會有比較嗎? 一定會 好的比較也好 不好的比較也好 做人絕對要有比較才會有進步 那時候楊明倫和梁家俊 是先在香港訓練後 去外國跑馬 我會妒忌 會有一點比較 為何人家可以 為何自己不可以 但我會迫自己去做得更好 那怎樣? 你可以怎樣做? 可以加快點去嗎? 平時一天做一次健身 變成一天做兩次 早上做,下午做 那時候因為我們要在香港試完閘 試起碼五至十個閘 香港才會派你去外國 那時候我沒試過閘 但我很想自己一直走 一直走下去 我會求我的練馬師 你給我機會吧 你讓我試試吧 我知道去到2007年 到你去了西澳洲拍攝 跟著藝偉城練馬師去首訓 你覺得那一年是怎樣? 說真的,因為我其實沒坐過飛機 在去之前 連去旅行、坐飛機也沒有 自己一個人坐飛機 過去自己一個人的生活 自己一個人去體驗所有東西 一開始當然是不習慣 一定會有少許寂寞、孤獨 但自己慢慢走上去 從這兩年裡 其實是學習很多很多東西 可否分享一下你日常要做甚麼 當時實習那段時間 其實當時因為去到外國的練馬師 跟香港的地方 工作方面已經完全不同了 去到外國 我早上4時前前就要起床 回馬房去收拾每個馬房 每個馬隔、每個馬 自己配安、自己騎 然後跟練馬師運到大駕駛 其實早上4時 一直踏,踏到下午12時 剛好當時我跟過練馬師 後面有一個很大的田野 有羊、有所有動物 你又要去那裡餵那些動物 從早上到晚上,沒有停過 但阿偉誠呢 他本身又是怎樣的 其實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他屬於一個比較年輕的練馬師 我想當時他大約三十多歲 當時他很疼我 就算我大場的地方 未必有很多馬跑 他會幫我聯絡中場或小場的地方 讓我過去跟他們一、兩個月 在那邊多點馬跑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最辛苦除了早起床 會否因為沒有朋友在身邊 絕對會 當時我去拍攝時 我不知道城市裡會否有很多中國人 但我住的地方 方園五里之內也沒有中國人 完全沒有 那你自己英文呢? 可以嗎? 我本身英文其實不太好 慢慢一邊說一邊說 到最後都可以 其實你有想過放棄嗎? 覺得有點氣餒 當時我去拍攝時 還要多試30個閘 才可以到一個牌子跑馬 但人家兩個星期才有一次試閘 雖然他們試閘每一天可能有20個閘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找你 人家都不認識你 我用了三、四個月才能儲得30個閘 才能取得到那個牌子 但在那一刻我身邊的同屆 楊明倫、梁家俊等 那些全部已經跑到慶祝 那一刻有一段時間 我斷絕和Amy 即我校長時的電話 不接她的電話 是因為我自己的原因 因為我自己未走到我想要的地步 我不想她跟我說 叫我回來做幕後 我想自己繼續走下去 走到有好成績 我再告訴你我成功了 那你最後如何克服所有東西 在那邊每天都打電話給電話師 你給我試閘吧… 終於可以在三、四個月拿到牌子 可以跑到馬 我再跟Amy聯絡 拿到這個建築騎士牌之後 就開始跟著師傅何良 你又覺得這個師傅怎樣 可以跟著何良 是我一生中最開心的一件事 以及最慶幸的一件事 因為坦白說,我一回來 我在那邊跑馬的水準不太高 回來後還有很大段學習的空間 以及時間 幸好我可以跟著何良 何良慢慢一步一步 從我完全不會跑馬的 慢慢學習如何做部速 做所有事情 因為我回來真的像半張白紙 所以我也很感謝她 你們的相處模式是怎樣的 她不會在當眾很多人面前 說要罵你 因為她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尊重 我要說你,我們關了房間 我告訴你你有甚麼錯 我很欣賞她 因為我不說誰 不有好程度 有些練習師一定會一來來 嘩啦啦啦啦 但她不是那件事 她會回來慢慢教你 這樣不行,Ben 有沒有甚麼特別深刻 她教過你或跟你說過的話 當時我做建築騎士 還在減七磅的時候 我跑過一隻好先生 因為馬柱給我的頭很大壓力 但是我的頭很硬正地跟她說 我一定要讓她跑 幸好那場我真的贏了 我和我的頭何良都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證明給她看 其實我們也可以 有否有說請教不同的人騎工 或者有甚麼人教導 有的,我們通常見到 例如外拉那些 我們看到她跑得這麼好 我們真的會有時去問她 有時怎樣可以把馬馬發揮得好一點 她教我們在馬主、聊天方面 你要表現到你有自信 還有跑馬的時候 就要跑到別人覺得 你是跑了馬的感覺給她看 入行多年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會改變了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一定是性格成長了很多 如果我跟馬柱說贏得一定贏 但你要衡量究竟馬輸了之後 你要考慮之後 你要跟馬主怎樣解釋 所以說話之前一定要想清楚 你之後要部署的東西 不可以這麼口響 做到才說 亦想知道賽馬有甚麼吸引你 跑馬做騎士也是一個運動員 我們就算贏一場五班馬 贏一場一班馬,一場吸制賽 我覺得贏那一刻是很開心的 其實你真的很享受勝利的感覺 好,我們今集就跟Ben聊到這裡 下一集回來,我們會跟他聊聊 最近的近況 週末、天堂有之前 我們ielle č�ère夷 我們會看見